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的芝士公 今天跟大家很快地說一下 金光滬身袖 金光滬身袖之前已經說過一次 很多人誤解金光是一個閃閃燦爛的光 其實就不是 金光滬身袖的金就是五行屬金的金 意思就是把東西聚集 而光就是神光鬼風的光 光是甚麼呢 就是一種先天的能量 我們看到黑白兩樣東西 黑就是氣 而白就是光 光就是能見的 感覺上就像這樣 能見的 光和氣兩個關係我講過很多次 這裡不再多講 基本上光就是那些東西 而氣就是使用那些東西 會消耗這些元素 所以光也可以解釋像能量一樣 氣就是用來使用 推動 運用這些能量 所以很不同 金光滬身就是金什麼光 就是金發源的光 所以你使用的時候 就是金牌裡面的發源的光 看咒語 如果你想逐句字 逐個字 看看這些字 為甚麼 去了解咒語 你就錯到極點了 因為咒語 可以由任何的語言去表達出來 基本上 如果你學咒語 最重要是學心法 我教你 這個咒語是甚麼意思 你就學了它 你照用你就會有效 而不需要懂得解釋 因為解釋得多也沒有用 你看看 最後你練一下咒語 就變成這樣 它已經不像了 沒有什麼所謂 你練到很厲害 化境的時候 咒語已經不像咒語 基本上 你也可以說 練練一下 練到有時候 有些咒語會去到這樣 已經不是一個咒語 為甚麼還有效 因為這個咒語本身就是這個咒語 你的心知道你在念甚麼 所以不要逐句字去抓住你 這個咒語是這樣的 它有這個意思 是 咒語的字是有它的價值 但不要轉牛角尖 我教你 你就聽了這個意思 你用就行了 記得 好了 用這個金光護身咒 我現在逐個字 大概很快地 就是這樣 將咒語解釋一下 記得不要死配 不要 我現在都記得了 這句 不用管 你聽過 當耳邊封去就行了 最重要是 這個咒語是做甚麼 OK 你解釋到這個意思 就可以了 三羅神龍 天地圓中 就是由三羅那裡 神條龍來 就是說 三羅那個 就是我們的法源 那裡 就將它整個整體 一條龍的意思 就是整個整體 整個整體 就神出來 就是將它的能量放出來 天地圓中 就是說 天就是資源來處 地就是吸收處 圓中就是說 吸收這個法物 這個法物 寧文欲缺 秉承至終 寧文欲缺 寧文就是一個溝通的文 就是文字 或者是任何聲音等都叫寧文 欲缺的欲 就是地中的寶藏 就是說 在裡面的好東西 裡面已經處理了的好東西 欲缺 秉承至終 就是要搭橋 就是一方和一方的中度 搭上了 跟你一起搭上 通靈了 傳承天柱 發道心靈 的意思 天柱就是 天就是資源來方 就是發源 天柱就是駁住你那條柱 就是駁住你這個渠道 發道心靈 就是把法力 就是大羅天的心靈 過到你的心靈 過到你的法心裡 三界內外 金光雄雄 三界就是天地人 天就是法源 地就是你吸收荒人 就是法令 然後 三界內外 金光雄雄就是 一路聚集光 聚集能量 雄雄就是 意思就是說 它 一路越來越強 而這個真元 護法 護靈靈 就是說這個真元 真元是什麼 真元就是神光 那些能量 護法 發護靈靈 所以真元就是護住你的法令 你的法 護住 令到這個通靈點 這個靈吸收得好 OK 靈心法語 雨滴蒙蒙 就是說 然後這個法力來了 它在你的心裡 會飆出來 好像雨一樣 它由天而降 降雨 而雨滴蒙蒙 關照入心 心中神空 就是說 這個雨 就是這個能量 落來你 又會塑回人 然後 你的發心 你的心中神空 空空入心 心中成神 心中神空 就是說 將這裡 神 會射出去 能量發射出去 去空 空去哪裡 空去需要的地方 OK 接著 空空入心 心中成神 意思就是說 能量出來了 去完要去的地方 接著 它又會回到心裡 在心裡 這裡 又會繼續發力 這樣 護體金光 吾氣騰騰 就是說 這個氣 這裡發出來 接著 護住你的愛殼 而令到 吾氣騰騰 吾氣 就是解釋 心力 這裡 騰騰就是 一種膨脹 一種 激活起來的能量 這樣 靈心關照 發心傳心 發心傳心 這個意思就是說 那些能量就會 會護住你 關照 發心傳心 就是將這些能量 也會 進回這裡 保命護身 雷霆之真 愁一成神 意思就是說 這些能量 這個心力 這個能量 在這裡 護住身 也會保住你的命 雷霆之真 就是雷霆的意思就是說 它一路做一路做 一直运作 到内外如一 到你想要的地步 守一成神 守一的意思就是 守着接拨的渠道 你和法源的接拨 守着 一路做到要做的事 守一成神 基本上你要明白 整个事简单说 拿请法源的力量 进入你的心里 标出来 护着你的外壳 这样你就会保护到你自己 和没有东西可以进入 和上你的身 那你怎样有东西可以进入你身 譬如说你望 听 闻 看 吃 这样就会了 吸收那些东西进去 亦可以别人落你邪法 譬如说 那个人落你邪法 他是扯你的灵魂 扯了灵魂 之后做些事 接着送回云头走 这个云头就透过地气 摄回上人头 你就会中招了 那这个情况 你用金刚护身咒 就是令到那些邪的东西 就会压出去 就不会进入你的身 那你拿回云头的时候 又不会中邪法 这样 有时你要保护自己 就可以用这个咒语 任何需要保护你的身 就是不让外来的元素 搞到你都可以用金刚护身咒 这个咒语 你用的时候就结金刚护身咒 在这里 如果你没有这个时间 或者能力 可以合乎都可以的 这样在心里 就先要念两条心咒 扔一条扔两条 扔左脚一次 拿了法力 然后闭上眼 一路是 全你的意识在这里 就念这个咒语 念完一次之后 就扔三次左脚 然后这个就拿了法力进来 三次左脚就膨胀 冲实自己 这样就内撞 然后三下右脚 这个法力就会擠出来 在外面保护你 如果你遇到特别的情况 需要多些力量 可以右脚摔七下 这个力量就会发出来 在里面发出来 这个力量就会更加强大 当然我们说 念一次的咒语就是快的 有时特别的情况 可能你会雷咒 做多些多几次 令咒语更加强劲 比如说一念念十几十次 四十几次 有时特别需要的话 就会多念一点 基本上 念一次就很足够的 平时 那些躺多下脚 就看回九星课题 你就会明白 OK 说到这里 就这样 下次再见 拜拜